你好 我是凯奇 我这一次来 想要做一个类似于 调色盘演员吧 就是希望可以 尝试不一样的戏 你什么戏没拍过 我没有演过反拍吧 就是古装现在戏 就是搞笑片呀 都有演过 现在你给我的感觉 就是你好 然后很陶瓷 哇哇 这会把你封死 因为今年你 都四十多 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号码 你抓得好 这个是你的优势 抓不好 它会绑死你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 真的是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 要小心一点 这次绝对是一个 最大的机会 可是如果你这个机会 抓不好 我真心告诉你 你已经差不多了 请坐 下一位 老师们好 我叫李耀文 然后这一次综艺其实是我第一次演戏 然后想借此机会尝试一下演戏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节目 能够让我更自信一点 因为我对表演其实是没有那么自信的 不要常常提你自己没有自信 因为常常提我行 我很自信 这是一个心理的训练 对 我认识了 你认识了 但是我刚刚没认出来 我以为是一个很轻松的环境 但没想到我刚迈进去 第一步的时候 我看大家都很严肃地坐在那儿 然后台上站着儿童声导演和霍英宏老师 我就觉得 完蛋了 对不起 老师 迟到了 没有理由也不找借口 迟到就是错了 对不起 你先来这个位置上吧 对不起 我说实在的你的对不起 我不接受 因为你的迟到 你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对不起 我们俩 7点20分就到了 我拍四十五年 我一天都没迟到 因为我要专重我自己 人家才会专重我 我六十二了 时间很宝贵 对吗 因为我对时间是很重视的 尤其是开工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看到我 是不可能的 好 介绍 老师好 我是演员 范士奇 我也是歌手出道 然后演戏演了八年 来无限超越班 我希望可以尝试更多可能性的角色 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让大家知道范士奇非常热爱表演 你非常爱表演 你知道你长处在哪儿 我的长处是自信 我也没有经受过专业的训练 我也是一张白纸 所以我是一个感受力很强烈演员 就是就算知道也要有自信 sorry 既然 就是你们来参加这个班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规矩 有些制度的 好不好 我们有一个三不要 首先你不要把你个人的情绪 带到这里 然后第二呢 我是希望在这次 时间很紧迫的时候 希望你们不要顶撞到你 然后最后一点是 就强调一下 就是不要迟到 sorry 你大声sorry 你以为这个镜头剪出来 你就表露你自信 我现在告诉你 是没有借口的 我不需要听你这个sorry 其实那么简单 不能迟到的原因是 因为你马上把自己置于弱势的地方 现在我们像职场一样 你早到你去跟我们谈的时候 你的位置就高一点 你迟到你所有谈判就完蛋 我也试过把眼睛开掉 来参加这次面试 怎么样去把简单变得特别 啪把它 不可以把它锁住 这个要放胆着 冲着 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就是你要做一些人家想不到的东西 你就成功了 开始面试 好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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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 你 我 我 我 以前演的角色 对 有压力吗 有 有没有说要跟他比拼 没有跟胡老师要比 因为胡老师注意在前 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只能说 像胡老师看齐 学习他身上好的地方 但是胡哥 他已经是 那个先见那个天发板 万一你真的 也不能超越胡哥 那你后面的 那我知道你在演戏方面 没有什么经验是吧 对 如果演员跟唱跳 只能二选一 你选哪个 目前选演员 因为最开始 我做唱跳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 进到一个团体 开一场演唱会 我现在进到的团体 可能马上过几个月 就可能会开一场演唱会 然后我的梦想结束之后 我就可以开启 我下一个梦想 问你的问题 谈过恋爱吗 我是一名手语 深呼吸 深呼吸 先休息十秒 没睡 没睡 让他自己处理 没睡 我都不想这样 因为我一见到前辈 我都会很紧张 这个是我的PPT 我标题是 我不只是一个甜妹 因为我之前演的 很多角色都是一个甜甜 好甜 很快乐 然后开启先生的女仔 小月 淡定一点 淡定一点 好 你很吃亏 你现在来见到我们 你用这个态度 演员就要演 把你很紧张地 演到很淡定 行吗 可以 好 来 所以我这次来到 不愿意超愚 我想多打开自己 看看自己 还可以演 其他类型的角色 然后我剪了一支 很小的片 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三语 这个是我的子 我介绍 担心大家会听不懂 所以我还是用普通话吧 大家好 我叫沈志 今天19岁 好累了 大家好 我叫沈志 今天25岁 这是我的特长 这是我最近的学习目标 这是我的生活现状 против你 我的眼影 这是我来يい 啊 啊 啊 GOD 啊